我回来 来 去上班 妈 我一件事问你 什么事啊 那么严肃 想问什么问什么 今天燕敏她妈来找我 她告诉我说小查理是我亲生儿子 是吗 是 是你的亲生儿子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是我亲生儿子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就这么把她送走 你们凭什么把她送走啊 真忍心啊 你老下什么了 我跟你爸仇得 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天天还得看着你老婆的眼色行事 天天还得伺候着她 我们图什么呀 就图你今天不理解我们 骂我们埋怨我们是不是啊 秀莹啊 别说了 随他们怎么样了 咱们不管了 你们想过我吗 你们有谁想过我 你们都应该告诉我一声吗 我现在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个人 还不如拿兜宝给铲了 我觉得我不是个男人 我怎么 我就知道 别人家的 不是不是个好东西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我受不了他我 你闭嘴吧你 吴迪 你干什么事 来 吴迪 吴迪 是 吴迪 寶迪 这就是我跟为儿女操心的下场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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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在家好好休息 不就是怀孕了吗 不过想想觉得挺可怕的 这肚子的钥匙挺起来了 像个什么样子呀 改名孩子生了 身材在变了 什么衣服也穿不了了 一几就炸了 那可就瞎了 整天还得再围着个小孩吧 转来转去的 这女人的一辈子 可就算是彻底完蛋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当妈妈多好呀 好吗 那我就把孩子放在你的肚子里 你替我生吧 别乱说话了你 你们老板去哪儿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他出去了 干吗去了 他接了一个电话 说什么小敏割腕了 他就跑了 小敏割腕 哪个小敏啊 我又不知道 没好意思多问 你说 会不会是我们家老公 在外面有外遇啊 他在外面哗 哗出什么事情来了 你可得老实告诉我 我保证 如果他要是有的话 我第一个告诉你 绝对忠诚 我量他也没这个胆呀 他要是敢背叛我的话 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你信吗 绝对信 他敢了 那你帮我盯着点啊 放心吧 我钉死他 小敏 你回来了 你看我还去买菜 说得你也想买菜 是不是 怎么了 不就放了点血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也死不了 我想 就不用在医院待着 正好 也替你省省钱 小敏啊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要都像你这样啊 妈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那我哪能跟您比啊 您的今夜教训 都够我吃一辈子了 你少记得我 我跟你说 我坚固疯了 我向他兜底了 谁让你去跟他说的 我同意了吗我 他是父亲 他就应该知道啊 你别老觉得你对不起他 你别老把男人想得太好了 他不是照样闪婚了吗 他老婆还怀孕了 他等你了吗 他要守你守到现在 你为他感动一把也值了 幼稚不幼稚啊你 你还老替他着想 嗯 该承担的呀 他就该承担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太傻了 男人算什么呀 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恒的爱情 只有不变的血缘 妈 你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好好过 嗯 小米啊 这就对了 古风说了 她呀一定会把孩子抱回来 你就放心吧 嗯 至于为了孩子他们家打不打架 那可跟咱们没有关系了 你就看着吧 妈 妈 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干活呀 小阿姨人呢 今天休息会老乡去了 你说我不干谁干 哎呀 气得我呀 你说这古家一帮都是什么人呀 哇塞 完全不识好歹 真让我奋劲 那怨谁呀你自己找的婆去 你活该了 怎么了 我怀孕了是吧 嗯 这古家全家人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关心过我 我今天拿出一万块钱来 我自己要求天前大补 这可大好你猜怎么着呀 哼 不浪好了 他们全家人都说我羞辱他们 什么人哪真实的 你拿一万块钱他们就收了 收了呀 人家鼓励拿着好好的 他说他来照顾我 你还想指望那古风他妈呀 没信 从头至尾就没把我放心里过 俊少 俊少下来 哎 来了 来了 怎么了 跟我一块上老骨就去一趟 他又让人骗了 让他把钱给骗了 骗什么钱 也不是骗的 是我给他们的 你给他们他们也拿了 跟骗有什么区别呀 都是入他们口袋了 你凭什么张口就给他一万块钱 一甩甩就给他一万块钱呀 这一万块钱在咱们家来说 也是血汗钱我一分一分攒了 对不对 我当年骑着家具厂的时候我都锯过木头 我都一分钱一分钱 我都舍不得花 你一张手一万块钱 你太大方了 你凭什么呀败家子 败败你过来 过来 败败啊 你能不能懂事点 我跟你说 以后在婆家不管发生什么事 哪怕受点委屈自己去处理 不要回家来说 你这不是挑事吗 我挑什么事了 你没开玩笑吧 你是我亲哥吗 我在谷家成天就这么受委屈 成天就这么受冤枉 就这么被憋屈着 我现在回到娘家 我还不能说几句呀 真是的 你这是怎么那么好笑呀 是我亲哥吗 俊生你就不对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你不让他说 就是什么人哪 他本来他就是傻 那智商你不让他你测测去 他测测智商 他智商肯定有问题 对不对 他掰着不清楚 他当然得回家说 你帮他回家说 逼去住病了怎么办呢 妈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还不希望贝贝好吗 我说你要是这样的话 两家人怎么相处呀 没法处不想处了呗 当时他们这房子说不过步 我就知道处不好了 要不是我要 给他儿子儿媳妇都不肯 还处什么处 不行 这一万块钱 一分都不能少要回来 走走走 要去 你妈你给我去 你 停 怎么着你 你别去 你给我去 来 妈 哎呀 你进去干什么呀 小英啊 别难过了啊 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对得起他们了 可人家不那么想啊 全是我们做父母的错 你说我们担心受怕 吃苦受累 忙活了半天 最后落下什么呢 什么都没落下 落下一身的不是 哎呀 真是俺心头了 妈 哎 爸 妈 这 努力上言柄站的 说要找言柄算账的 这怎么办啊 他去了肯定得打起来 还要怎么闹啊 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瞧你说的 我拦了 我拦不住啊 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呀 搞什么名字 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我去找古风谈谈吧 把话跟你说清楚 他实在不理解拉倒 我们不管了 妈 爸 咱们怎么办 别问我啊 我不知道 小敏 小敏 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快过来吃吧 凉了 知道了 古丽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不敲门 你就进来了 你们家门没锁 虚言者 是不是给哪个男人留的呀 不会到晚上也这样吧 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随便出镜 再生个孩子 报给人家 给人家找麻烦 是不是 怎么着 你说谁呢 你早上没刷牙呀 还是吃狗屎了 嘴巴给我干净点 你让我干净点 我告诉你们 我今天过来就是骂你们的 你们还要不要脸呢 我问你们还要不要脸 你把话说清楚了 我们怎么不要脸了 你凭什么要向我弟弟接底呀 你是不是想勾引他 我告诉你 他可是有家的人 那我问你 他是不是孩子的父亲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 你干什么 你怎么动手啊 你怎么打人呢你 我打他还是亲的 我警告你们 你手拿下 以后再敢接紧他 再敢走进我们谷家一步 我绝对不配客气 什么东西 你没事吧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妈 妈 算了 人呢就是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谷家人 谁呀 还能有谁啊 我去严敏他妈呗 你说我姐也真是的 跑人家闹了什么呀 是不是咱们家就有理了 那小查理现在是我亲生儿子 当初还是我亲生儿子 当初还是我亲生儿子 给送走了 你们就那么看着 你们可真行 我现在出门被车撞死的心 我都有了 去 你先别就去 没人拦着你 我们就咱没有你那个儿子 行不行啊 别去动 还怪我们 都是你一闯动我 去 去 我别切断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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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了吧 谁家的父母 不像着自己的儿女啊 我们能不盼着你好吗 我们真是没有恶意的 如果你真要恨我们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 随便吧 爸 新收的热水刚气得差 妈 您喝一喝 消消火 为这个事气坏了身体 那可不值得 妈 晚我都洗了 有什么要做的您尽管说 不管了 坚决不管了 也不能不管 你没听她说什么吗 说明何不得出门都被车撞死 这是儿子对父母说的话吗 我跟你一样 我都寒心透了 可是不能不管 子不孝 父之过 我怎么不管了我 你干什么呀 你心脏不好 你别动我 就是啊 爸 您要我说呀 股风算不错的 您说她刚知道这事 她心里有火啊 您总得让她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是不是 妈 我妈来了 好人啊 怎么了 您又来了 亲家来了 你们这气氛怎么不对呀 怎么了 没不对 你坐啊 我去吃点药 你不舒服了 没事 走 没什么不对的 那个老四 你去厨房再弄点热水 再泡壶茶 行嘞 不用不用不用 亲家 有什么事登门了 没事我也不来呀 你说吧 我女儿怀孕了 想吃点好的 想喝点汤 这我还得自己出钱大补 这多不合适 将来生了孩子姓什么 不是姓谷吗 什么意思 谁让你出钱大补了 怎么没出啊 今儿早上她不是出了一万块钱吗 我没要啊 金贝啊 那我不是当时就还给你了吗 你怎么跟你妈说的呀 妈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那是我自己给她的 那都一样 反正是收下了 鼓励是吧 秦贝你跟我说是不是鼓励拿的 不是 不管谁 我跟你说啊 咱们这个得说说这个事啊 你说这个鼓励呢在我们厂 本来是说走了 这又回来了 拿着我们公司 你拿着我们公司倒没关系 你还拿着这个钱 这个钱她也知道 这个不是金贝的钱 是我的钱 我的钱我也是辛辛苦苦得来的 也是血汗钱呀 你不用说这个 不用说什么鼓励在不在你这儿 那那两回事 但是这个 这个钱鼓励要是拿了 我可不饶她 我告诉你 等她回来我跟她算账 金贝你等着啊 我从她这要了 我把钱给你 不用不用 不是我们不是要的一万块钱 你听我跟你说不是要的一万块钱 就是说什么呀 我们添点钱 这都无所谓 因为咱都是一家人 可是你们也得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我没有不当成一家人 我跟你讲 亲家 这个钱呢 我们是真是不应该 我跟你讲 鼓励回来我 你看我怎么骂她 怎么收拾她 金贝是我们家人 她花点钱 她怀孕是吧 那都太应该了 这点钱我们出得起 所以你这个 你不用说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错 但是我心里的想不开的就是什么呀 我们拿你们当自己家人 你没拿我们当自己家人 这房子就说过户这么点事 你看到现在都不办 我都觉得你拿我们当外人呢 亲家 你怎么又说到这个题上 这这题咱们不说 咱们就事论事 就说这一万块钱 是吧 这个是绝对是鼓励的问题 你看回来我不抽她我 金贝 今天跟你妈先回家路 好